哈喽,大家好,我是指淘老货的老货哥,今天呢,来到了德州了,咱们看一看啊,今天能淘到什么便宜实惠的老货啊 这有一个移树莲的盘子啊,大名鼎鼎的庸正移树莲 这怎么卖的,一万五 画的那是挺漂亮啊 看一下,胎底 佣正一万五 这个呢,佣正移树莲的盘子呢,是一个典型的房屏,大家看那个果实红了嘛,果实红了都是坐上去的 一看呢,就是非常的假 所以说,不懂行的人呢,确实是很容易伤大受骗 这有个牡丹罐,看看这牡丹罐怎么样 这牡丹罐怎么卖的这个 1600,1600块 这有个窦青幽的碗一对 这身体里面不太干净 咱们这个地摊上的过枪笼呢,是到处都是 这儿,这个大名鼎鼎的过枪笼,你看这儿过枪笼,非常的多啊,咱们看看这个,这是一个过枪笼的大盘子啊,这个口径 嗯,那得28,嗯,看这胎呢,比较黑一些 这,这怎么卖呢,这是盘子啊,哥们儿 800啊,价格是真,真合适,85块 嗯,一听价格呢,基本上东西就是房品啊,然后呢,老婆哥每次呢,来这里呢,都可以跟大家说一说,就是这个批发的这些东西啊 而且呢,这些东西呢,在我们地摊上都是非常常见的啊,经常能看到的,所以说呢,大家也要注意,尤其像这种糊,你看这糊子做的呢 行呢,行呢,不太好看 所以说呢,这个呢,大家要注意 大家好啊,今天到了周四了,老婆哥呢,一块跟大家呢,会上分享啊,几件器具啊,咱们首先看啊,这有一对罐子啊,这罐子呢,大家一看这种题材,这种制式的呢,这个就跑不了了,这是我们五六七时期的啊 然后呢,是不是五六七时期的东西呢,我们看一下底款啊,底款呢,一看呢,这是我们六边形的啊,这是一个绿彩的,六边形的,中国景的镇质的啊 然后这个胎质呢,大家一看呢,这个是非常开门的啊,这个老胎啊,这个呢,就是一对我们五六七时期,一对全美品啊,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啊 包括口言底部啊,保存的都是非常完好的一顿小罐子啊,当茶叶罐子或当摆设呢,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呢,是13厘米啊,这个尺寸呢,还是非常不错的,大家看一下啊,它包括它的胎质啊,包括它的这个右光啊 这个主题呢,绘画的呢,就是鸳鸯荷花题材的啊,一对鸳鸯,看一下啊,一对鸳鸯啊,带着荷花啊,还是非常不错的,一到一对这个开门的一件器具啊,价格呢,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啊,这一对呢啊,今天一个超低会上价格啊,非常低的价格啊,非常不错啊 我们看这件啊,这件呢,是一个非常大的啊,一个我们清中气的一个喜字罐啊,这一看这个青花的发色啊,今天的天比较阴啊,然后青花发色呢,是非常的不错的啊,非常的漂亮啊,然后呢,我们这个喜字写的也非常的正,大家看一下啊 真品的喜字罐,给房品的喜字罐的特点就是什么呀,我们的青花啊,一个是我们的青花看上去呢,非常的舒适,再一个呢,这个青花呢,非常有层次感,给大家拍一下啊,近距离的拍一下,去一下胶啊,大家可以看一下啊,我们这个精品的啊,就是我们真品的青花啊,它的发色啊,我们这个青花的韵散,这是钩子莲啊 那么它的主纹是呢,一般我们喜字罐的主纹是呢,肯定都是蝉植牡丹了啊,这个蝉植呢,又叫万寿藤啊,牡丹呢,就代表了大富大贵啊,然后呢,配有喜字啊,这个呢,是我们当时呢,结婚必备的东西啊,然后摆在家里呢,确实也是非常漂亮啊,包括现在,你就是摆在家里,不管谁来串门一看呢,这就是一件开门大佬的东西啊,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啊,这个喜字罐的高度呢,到了22.6了啊,也属于比较大的了啊,然后呢,整个品项呢,是非常的漂亮啊,是一个全品的,没有任何磕碰通� 啊,就有它时代的这种黑色的这种什么啊,小抱佑点啊,这都是非常正常的,特别是我们使用器啊,这个呢,是没有飞皮的啊,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胎油结合处的这个伙食红啊,大家能看清吗啊,胎油结合处啊,大家看一下,胎非常的干啊,看一下底,底部的这个胎油结合处的伙食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,底部的边缘呢,保存的也是非常的完好啊,这个罐子品项还是不错的啊,底部的边缘没有任何的飞皮啊,然后这个罐子呢,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吧啊,今天呢,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会上价啊,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的,这个接近的, 一件23厘米的这一个大的罐子,而且呢,洗字写的非常正啊,大家看,还是非常漂亮的,摆在家里呢,就是一件开门大佬的东西啊,需要的话啊,咱们就是一块钱啊,还是超值的啊,这个价格啊,下一件藏品呢,大家看一下啊,它呢,一看的这个造型呢,是一个撇口的啊,往上撇口的一个瓶啊,然后呢,两边带有什么啊,带有失耳闲环啊,这个瓶呢,我们就管的叫做西翻莲的图案啊,咱们就管的叫做青花西翻莲失耳闲环尊平啊,然后呢,青花的发色呢,非常的沉稳啊,它呢,是有一点仿什么,� 仿泳鲜,永轩时期的这种青花发色啊,大家看一下啊,然后呢,故意的呢,在上面点了这么多很多的小黑点啊,这就仿什么呀,仿我们这种苏玛黎青的这种料啊,这个呢,就是我们明代的永轩时期,我们青花发色呢,苏玛黎青的这种效果,就是吃胎的效果,但是呢,这个东西呢,它并不是明代的啊,因为我们在青代的时候,不管是在康熙,在乾隆,还是在光绪时期呢,好多的气骨气形呢,包括青花的发色呢,都仿这个苏玛黎青,仿我们明代的这些东西啊,特别的是我们乾隆皇帝,也特别喜欢我们这个永� 永轩的青花啊,所以呢,这个呢,是一个防永轩青花这种特征啊,灯光下给看一下啊,然后呢,会有,会有许多的这种小点点啊,就像这个苏玛黎青吃胎的这种感觉一样啊,青花发色还是非常漂亮的啊,包括里面的拉皮痕给大家看一下啊,一圈一圈的拉皮痕,还有一个底部啊,底部呢,都是非常开门的啊,东西呢,是开门大佬的一件东西,那么我们聊一下它的高度,它的高度呢,是21厘米啊,在这个平行当中呢,也是非常漂亮的啊,这个平呢,非常的优雅啊,不像我们其他的一般的平行啊,特别是这个平的两边呢,这个试尔仙 做的呢,做工呢,非常的细致,包括那个狮子的眼睛啊,鼻子啊,刻画的非常形象啊,还有这个啊,鼻子眼睛啊,包括咸六花,然后呢,我们说一下这个品项啊,这个瓶呢,它并不是一个全美品啊,如果这个瓶子,它要是一个全美品的话,价格呢,肯定要过四五千了啊,是没问题的啊,那么它的底部呢,没有任何的磕碰重现,身上也没有啊,它就是在口部,口部呢,这儿有一个浅飞皮,给大家拍一下啊,浅浅的飞了一层,把上面那个柚碎掉了啊,然后呢,处理了一下啊,然后呢,它就是属于这个背面这个磕, 背面有一个磕皮,然后呢,影响了上面的一点右层啊,这个呢,会给它品项的品质,那个价格呢,会打一个折扣,所以呢,给大家呢,也是一个超低的价格,一般呢,咱们就是磕三冲七啊,像这种情况呢,这个价格呢,应该是在三千左右,然后呢,我给它一个合理的超低价格啊,也是一个会让的价格,如果喜欢的话,就把这个,呃,青花的,西翻莲的,时尔贤环的这么一个尊平的请回去啊,还是非常漂亮,非常超值的,接着看下一件啊,下一件呢,大家一看呢,这是属于一个单色柚的啊,那么这种红呢,它是属于什么红 呢,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胎底啊,我们一看呢,这个底呢,是整个的就是一个敲下来的,然后呢,这是一个我们经常看到的,这叫勾啃底啊,他们有的说叫勾摇底啊,呃,就是,就是什么呀,因为这个稍釉,釉的流动呢,非常的厉害,然后呢,粘入了咱们那个底下啊,咱们摇底,然后呢,整个呢是需要敲击,把它敲断以后呢,这个底呢,就像形成了这种效果啊,我们就管的俗称的叫勾摇底啊,大家呢,应该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气质,这种气质呢,并不是底下是磕,也不是毛病,它就是什么呀,就是这种烧造方法啊, 因为呢,这种季红的这种东西呢,烧造的时候呢,它流动性,柚子流动性非常强,然后呢,它就会粘住我们的摇底,然后呢,只有用敲击的方法把它敲下来啊,然后呢,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征,也是我们这种季红柚的一个烧造方法啊,然后它的特点呢,上面的这个红柚呢,非常的少,我们有管的叫什么,灯草口啊,略微的发白发黄啊,这种东西的特点呢,还有身上还有什么特点呢,还有这个细小的开片,这种可能我拍不出来,这种呢,需要咱们在强光下啊,或者是肉眼的去看啊,然后呢,会有许多细小的开片啊 这个呢,就是我们典型的,我们清代的季红的这么一个天球瓶啊,这种古代呢,还有一种说法,就是要想穷烧季红,也就是说烧这个季红呢,是非常难的啊,成功率呢,也不高,特别呢,是它这种呢,一个呢,是沾窑沾得非常厉害啊,所以说呢,这种呢,季红呢,还是比较难烧造的,特别是这种天球瓶的形状,也是非常漂亮的啊,看一下它的胎底啊,刚才说了,这个胎底呢,是狗啃底啊,然后呢,咱们还可以看一下啊,这种没有被敲过的地儿呢,它呢,呈现什么啊,呈现发什么略微的牙� 黄色啊,也就是黄色啊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泛火是红啊,这种敲过的地儿呢,它就是胎的颜色啊,你看没敲过的,只要没有折断过的地儿呢,它都泛出来这种黄色,还是非常开门的啊,包括这个底部啊,这都是非常开门的特征啊,也就是说这个气功呢,它应该是什么时期的呢,就是一个清中到清晚啊,应该是宝到清晚,光绪时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,东西,东西是开门大老的,它的高度呢,是17.2啊,这一个天球瓶的造型呢,也是非常的优雅啊,如果需要的话,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啊,还是非常超值的啊,一般 然后呢,像这种东西呢,全品的价格呢,应该是在3000到4000吧,还是合理的价格啊,有卖贵的卖中千元,就5000元左右啊,这种东西呢,大家看着底部呢,这都不是磕,不是碰啊,这是一种烧造方法啊,狗腰底啊,也是一种当时的这个烧造的,像这种忌红的东西呢,真品呢,大部分的都应该是这种底啊,然后呢,我们看一下呢,给大家上一个八方盘啊,大家一看这个形状呢,这个很容易理解啊,这是一个八方盘,然后呢,中间呢,是一个龙的龙纹啊,是一个二龙细珠的一个纹饰,然后呢,这个在龙的旁 这边呢,这都是火焰纹啊,它是一个苗筋的题材,大家可以看一下啊,这个包括这个绿龙身上跟蓝龙身上,它都是苗筋的啊,看一下啊,看了吧,这个龙身上啊,都是有苗筋的啊,记住一个要点是什么呀,就是这种带苗筋的东西呢,要比不带苗筋的品级等级呢,要高一级啊,这是肯定的啊,因为带苗筋的呢,肯定呢,要显得高贵一些啊,而且呢,这种八方的盘子呢,要比原盘的品级等级要高贵一些,也就是说这个盘子呢,它又是龙纹,龙纹呢,又是非常受市场追捧 它呢,就跟人物的盘子呢,等品级等级是相同的啊,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边饰,边饰呢,大家看一个边上的这种形状的纹饰是什么呀,这是一个变形龙的纹饰啊,我们看一下啊,它也相当于一条一条的小龙一样啊,然后呢,再看这下一层,下一层呢,这是一个石油纹啊,代表多子的意思啊,这个呢,就是一个三角的一个装饰的纹饰啊,中间呢,会有开窗啊,四边呢,会有四个开窗,这四个开窗呢,题材呢,就画了喜鹊灯眉啊,这个呢,寓意呢,也是非常的好啊,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啊,背面呢,会给我们 一个很多的信息啊,包括它会有一个款式,这个款式呢,写的made in china,然后呢,还有包括它的这个胎底,露胎处啊,这个呢,一看呢,这种形式,包括这个右光啊,给我们的右光这种感觉,包括这个款式,这个呢,题材呢,它就是一个什么时期呢,就是一个清晚民国时期的啊,清晚民国啊,最晚呢,是到民国早期,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,包括它的材料的特征啊,非常的透彻啊,这个呢,都是属于那时期的矿彩啊,所以说呢,这个盘子呢,还是非常漂亮的,然后呢,它的尺寸呢,直径呢,是25厘米,这是一个大盘了啊,这个盘子呢,还是一个全美品, 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啊,这个呢,而且彩呢,保存的比较完好啊,所以说呢,这个呢,价格呢,市场价格呢,应该最起码呢,应该在三四千左右,然后呢,给大家一个超级价格吧啊,这个如果需要的话,就是能把这个盘子请回去啊,还是非常超值的啊,这么大的盘子,品价这么完美,又是二龙细珠,带苗金的题材,又是八方的啊,还是非常难得的,再加上来摆放的,也是非常寓意,非常吉祥啊,那么今天的视频呢,就给大家拍到这里,如果喜欢老和哥的视频呢,请在左下方呢,给老和哥呢,点一下赞,在右下方呢,点 一个关注啊,那么以后呢,找老和哥的视频好找,好,谢谢大家